来源 观察者网 英国检视防务周刊网站11月1日报道 网络图片显示中国正在测试具备两栖能力的新型6X6轮式装甲车 根据其他相关消息 该行装甲车可能是为包括武装警察部队等内卫部队研制的警备装甲车 可担任为和救援等多种任务 图片来源 中国陆军 检视报道称 照片显示了两种高度相似 但却隐约有所不同的装甲车 第一种装甲车是一款看起来很普通的常规6X6装甲车设计 驾驶员和车长都位于车体前部 而车内在原则通过车尾的一压跳板出入装甲车 该行装甲车的炮塔似乎是遥控的无人炮塔 以便为装甲车内的载原仓提供更大的空间 炮塔顶部配备有一具光电尾杆 两侧则各配备一组多用途榴弹发射器 其主要武器似乎是一挺重机枪 该行装甲车的炮塔似乎是遥控的无人炮塔 以便为装甲车内的载原仓提供更大的空间 该行装甲车在车体前部装有用于两栖行驶的可折叠防浪板 与其他两栖车辆一样 该车在车尾两侧装备有水上航行所用的寒道式螺旋桨 其发动机进气口和排气口则设在车辆顶部 该行装甲车在车体两侧都各有两个射击孔 并在侧面配备有观察用的摄像机 这套系统很可能能为成员提供360度的环形视野 拖片来源中国陆军 第二种装甲车与第一种非常相似 但是由于其车尾的两个箱形结构使其整体看起来更长 其车尾成员枪的进出使用的也是中国装甲车上传统的侧开式装甲门 车尾一侧的箱式结构里可能容纳了车辆的辅助动力系统 另一侧则可能适用于储存装备 该车的炮塔 炮塔被为砖网所遮盖 但从起轮廓看 其炮塔顶部右侧配备有车掌用的大行星望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